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11月3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当缘分到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昨天大家最关心的美国股市FED的利率决策会议 结果昨天美股这地方走势是非常的一个戏剧化 很多人看到美股早盘 当然在FED升息决定出来之前 是一个急速的这个霞幅的震荡 那最后呢FED宣布如市场所预期的升息三马 那道琼马上就急拉大高山大涨个400多点上去 很多人看到这里 因为这时候半夜已经大概两点了 想说啊特董啊 美股这样子急拉大涨了400多点 可以开心睡个觉了吧 结果一觉醒来 可能这地方吓到下巴都掉下来 为什么 因为虽然这个道琼指数本来在盘中这个FED升息三马出来之后呢 先大涨了400多点 但是到了下半场哇又突然一阵的一个急杀 从涨400多点下杀最后收盘反而是翻黑大跌了505点 从高到低跌了这个900多点下来 当然也跟FED的一个这个主席Bauer这个跟大家说 虽然说这次升息三马之后升息的一个脚步有可能会稍微放缓 这个地方这个幅度不会那么大了 但是你说要停止升息还言之过早 甚至说这一波升息循环的目标利率 有可能会比市场预期的更来的高 所以这个才造成股市的地方道琼先大涨又急跌 变成翻黑大跌500多点作收 但是我相信如果有看县荣老师昨天的解盘的 应该都不会太过于意外 因为昨天县荣老师一开始在跟他解媒股的时候 有没有就已经跟大家做过提醒 那10月13号当时道琼指数是在美国9月份CPI 公布出来年增率8.2高于预期之后 先开低破底跌到28660的位置之后呢 开低翻红然后收高上涨了 拉出了一根长红棒 我说那天的K线形态出现了一个标准的带量多头吞噬出来 而且是一阳吞三阴的形态 再加上白战指标在指数破低的时候呢 指标没有破前低出现了标准的低档背离讯号 所以当时的美股技术面在10月13号已经出现了转强讯号 但是这一波的转强哇已经涨了4300多点之后呢 因为年限两年限之前死亡交叉只是乖离太大 所以董技术分析的知道这里会有反弹修正负乖离的机会 但是现在涨了4000多点 指标开始进入到高档警戒区了 而这个负乖离也已经修正的差不多了 所以在昨天我们已经预告提醒大家 FED升息过后若有急拉大涨 你觉得可以开心吗 我提醒大家 这就代表这一波反弹真的要接近到尾声咯 所以你看到昨天美股的急拉大涨 有这个经验的人知道这不能开心 因为接下来可能就是要反转下沙 所以美股的反转下沙正如我们预期 那接下来美股可能又要开始经历过 这种大幅度震荡大怒神的一个走势 接下来就要特别小心了 那回高台股的部分呢 上个礼拜指数低点最低沙到12629的时候呢 当时在台积电的下沙指数连续破底之际 我们提到台币连续两天 指扁外资提款卖压暂时解除 那这地方指标也在指数破低的时候 没有破前低 也同样出现交叉向上的低档倍率信号了 所以台股这个时候 连这个在台币指扁指标低档倍率 然后年限以及两年限卖厘也有3600点的情况之下 同样也开始酝酿着一个跌升反弹 修正负卖厘的机会 但是问题出在第一个 现在大盘虽然有反弹机会 量却十分的低迷 五日均量仍然持续下滑 而且低于十日均量 量的趋势仍然偏弱 所以我们说这个量的趋势偏弱之下 反弹的力道你可能就不能期待太多了 那前面三天大盘真的都有反弹 但是周周是有气无力 今天马上一个跳空跌了一百多点下来 一万三千点前两天才刚上去 今天又跌破 这个反弹力道真的还是比较不虚一点 所以我还是强调 新手看价老手看量 大盘要比较强力的反攻 多头工多方攻击量还剩有两千里 这才是接下来要去观察的 但是无论如何 大盘这波就算能够反弹上去 问题也出在现在经济面的一个部分 中经面都已经下修了2023年的GDP预测 今年大概3.2% 明年预估可能剩下2.8不保三 代表着最艰难的日子还没有到 明年会更苦 也再三提醒过大家 经济跟股市的走势方向 就跟主人跟狗一样 狗跑的会比较快 有时候冲太前面会回到主人身边 但是到最后他们的方向 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同样的经济跟股市也是一样 虽然说有时候股市涨的跌的比较深了 会有这地方跌深修正副乖离反弹的机会 但无论如何最后的方向 最后的趋势还是会保持一致 这样的状况之下 这个反弹你要去抢吗 要深思熟虑更要注意明年2023年 在习三任之后呢 会不会如有国安局长所说的 2023已战逼谈的状况 我们不敢说 但我只说这个变数万一真的出现 那还真的对股市来讲 又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啊 所以我才会无再三叮领大家 无论如何赚钱机会 记得要把握 但是在这个时刻的风险意识 绝对不能少啊 当然很多人都说 现龙老师你为什么一直在提醒大家注意风险呢 尤其很多头股老师都跟现龙老师讲 你要做生意耶 你要在电视上要这个收会员耶 就要告诉大家赶快来加入会员 你就要告诉大家不用怕进场买股票 人家才会来加入啊 当然我知道啦 很多头股老师真的就是为了做生意 所以你看到涨到一万八 他也叫告诉你不用怕可以继续买 跌下来一万七 一万六 一万五 一万四 一万三 一路的告诉大家 第一点到了 拉回找买点就对了 就是叫是你赶快进场 就是叫你赶快加入会员 但是这样的结果到最后会怎样 或许他们可以多收一点业绩 但是会害很多投资朋友 因此丧失风险意识之后 到最后反而赔了一缸子 我只能说别人怎么做 当然谢龙老师管不着 但是谢龙老师 这种事真的做不出来 因为你会看到 我成立极品操盘团队这么多年 就是希望在这市场上立下一个标杆 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专业 什么叫用心 重点是有诚信的操盘服务 所以谢龙老师的解盘也好 谢龙老师的会员朋友操作也好 一直都将会员朋友的风险 先摆在最前面 也就是这样的一份心思 你看到为什么在今年初 大盘突破18034 涨到18619高点 多少投顾老师都跟大家讲 不用怕的时候 我已经提醒你2022年的三大风险 第一个就是美国结束量化宽松 而当时美股其实资金行情 都有扭转的迹象了 第二个就是当时大家都忽略的 而我事先跟大家提醒了 中国进入习三任之后 两岸变数会是今年很大的一个地方 要威胁 再加上技术面 当时指标高档背离 价量高档背离 我都再三提醒大家 中期为党的危机 风险意识绝对不能少 就是希望能够让投资朋友 保护好自己顾好风险 顺利的避开 今年大盘再被我瞎杀 当然七月份大盘跌到14000点 技术面在低档爆量长黑 融资断头卖压涌现 年限乖离3000点之后 我说过有一波中期反弹的机会了 但是也提醒过大家 经济面还是持续会下滑的风险 所以我说这只是个中期反弹 接下来你反弹上去 还是一样要顾好风险意识 后来大盘真的反弹1500点 大家觉得没事了 股市已经低点结束了 很多人告诉你会V型反转 我也再提醒大家 真的没事吗 注意这波反弹 时间已经30天 但是没有过前高 整个结构上来看 接下来又要轮到什么 空方空盘 而且要小心当时台币汇率 扁破了30元大关 外资台股这个外资即将再度出走 台股反弹可能到这边又要结束了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赚钱机会要把握 但是风险意识涨了1500点了 又要提高了 所以就是这样子 又让很多投资朋友又避开了 这波从15000杀到12000多 又跌了2000多点的风险 所以你会看到 现荣老师带会员朋友做股票 包括我在节目当中解盘 都是先讲求不伤身体 再讲求效果 都是先把风险两个字摆在前面 希望能够保护好大家 再来寻求稳中求胜 把风险降到最低 但是仍然能够去掌握赚钱的方法 那你说怎么办呢 又担心风险 又要掌握赚钱机会 所以你就会了解就为什么 这一路以来 我都跟大家讲 最好的操作策略就是四个字 就是现荣老师所说的 快打当冲 因为你会看到我们的快打当冲 是这样 盘中满手没有关系 有赚钱机会 我们会努力把握 不用担心错失行情 但是有赚没赚 你看盘后保持空手 你就不用害怕美股 哇一下子大涨 哇一下子又大跌 对不对 很多人 前两天 如果买了满手股票 重压在那里 昨天可能要失眠整晚 因为就是担心 FED这地方会不会讲了什么话 所以很多人昨天可能盯了一整晚的美股 哇看到大涨了以为没事 结果后来尾盘又下沙变成大跌 这时候可能你就整晚睡不着觉了 好 那你会发现做股票做到这里 生活品质都被打差 没赚到钱 这地方还整晚失眠 可是我们做当初就不用担心那么多 早上掌握到赚钱机会 下午就去逛街 喝下午茶 晚上睡得安安稳稳 睡得饱饱的 所以我们说这才叫做生活品质 而且快进快出之下 受到大盘趋势影响会非常的低 我们操作随时可以先买 也随时可以先卖 所以重点就是在这里 当盘后保持空手的时候 不会说抱了满手股票 万一一个跳空重挫下去 哇又套劳一缸子 到最后越套越深越赔越多 变成长期套劳 我们不会 因为我们盘后空手 是不是帮你把风险降到最低 也不用担心放空 哎呀容卷大增的股票 又被主力故意拉高上去做嘎空 也不会 钱还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生更多历史之下 天天掌握赚钱机会 来快速累积财富 所以我们才说 这才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跟赚钱方法 当然我们也再三跟大家做叮咛 做当冲 不是避减金 在盲目的追高杀低 像县荣老师 每天都会按照专业的SOP 第一步观察好盘式 决定好有攻击机会 我们做短多 转的多我们只能先买 我们就会找大户进货 转强的股票 确认转的时果断出手 但是碰到整理盘 我们会采取短空模式 短空指的是 哎我们先卖后买 我们会去找大户出货 转弱的股票 先做卖出 等跌下来再做买回 那无论如何 遵守机率 理性操作 这就是我们每天 按照专业SOP的操盘流程 就像今天那个盘式 县荣老师 一早 9点07分 发出第一通指令 就是先帮会员朋友 观察盘式结构 看到FED 如预期的升息三码 但是鲍尔放一 告诉大家 停止升息 还言之过早 而美股在急拉之后反手下杀 小NES的棋子早盘也在平盘以下 做一个整理 那台股指数呢 开低先急杀超过150点了 首盘是一个空方量的结构 但也略带有点下影线 所以说今天的指数 这地方 这个早盘预估量在1700亿上下 棋子跌幅跟现货差不多 所以我严判 今天大盘一开盘就开低 跌了151多点了 接下来可能就是低档来回震荡 有可能会有上冲下行的走势 当然盘中还是要关心这种 国际盘的走势变化 那中盘当然就要特别谨慎 难度会比较高 而建荣老师也在观察了 这地方一个多小时之后 在10点48分通知会员朋友 大盘在开低急杀之后 如预期的低档来回震荡 那这样来回的震荡一下子急拉 一下子又下杀 一下子急拉 一下子又下杀 很容易形成我们所说的多空双杀盘 这样的状况 现荣老师没有去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没有足够的把握 我们就不会勉强去出手 会建立会员朋友 当冲作战休兵个一天 等在看准的目标 再来帮会员朋友掌握赚钱机会 这是我们的坚持 坚持不拿会员朋友去做赌博的动作 当然你说这样没赚钱 也要拿出来讲 人家其他投顾老师都把是天天大获全胜 天天都把股票涨停板 为什么没赚钱也要说呢 你看到这就是现荣老师的坚持 提供大家专业用心 重点是有偿性的草盘服务 所以你看到现荣老师真的是 每天有赚钱没赚钱 通通都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当然我也强调了 如果你觉得真的一个投顾老师 缴了钱加入就是要天天赚钱 天天大获全胜 你可能跟我们的缘分没有到 但是我只能说 如果你相信投顾老师 哇真的收了你的钱 就会让你天天大获全胜 天天涨停板 到最后你可能都遇到这样的老师了 原来他天天说自己大获全胜 他可能每天推荐三到五档股票 给各种会员 对不对 一个月推荐过几十档 推荐了几十档股票 哇总有几档今天涨了 有赚钱了 就拿出来电视上表演 问题出在其他赔钱的 其他套牢一缸子的呢 通通藏起来不说 这样的老师真的能帮你赚钱吗 假的吗 那有些老师是这样 喊进一档股票 都不适合停损 每天跌了就买 跌了就买 天天喊买进 把你的钱当作用不完一样 无限加码 无限加码下去 当然最弱再弱的股票 也有跌升反弹的时候 一反弹就告诉你 你看最低点 是不是叫你买了就对了 买了反弹 你看现在就赚钱了 问题出在 如果你是他的会员 跟着他每天买进 有钱能够买到最低点吗 这波大盘从一万八将一路跌下来 多少头顾老师天天叫大家买进 买进再买进的 反弹个三天就告诉你 你看早就告诉你低点要到了 问题你的钱 全部在高档就已经套牢在那里 怎么可能跟着他无限加码下去 怎么可能买到最低点 你发现也是假的 甚至有些老师一边叫你做当冲 一挡股票又可以说做波段 到最后都是由赚钱就叫你冲掉 看错就叫你放波段 但是这是兵家大计啊 因为他会让你赚钱的股票跑很快 看错才放波段 到最后你满手波段的股票 都是看错的 满手波段的股票都是套牢的 满手波段的股票越套越深越赔越多 就是这么来的 到最后你都只赚小钱赔了大钱 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我才会再三定名千万不要这么做 那有些老师甚至会把会员分成了N组 每一组股票通通都不一样 所以电视上永远冒出一组会员的股票 今天涨停板恭喜大家 但有没有那组会员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你都加入过 老师在电视上表演的涨停板股票 怎么永远跟你参加的那一组不同的股票呢 这样的老师天天都说自己大获全胜啊 到最后你都发现假的能帮你赚钱吗 不行嘛 那县荣老师要再三强调 当然我不是神 我不可能天天带大家稳赚不赔 那是不可能的神话 神棍在讲的话 但是你看到我给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第一个我们当冲股 当天带你进一定当天带你出 不会看对就叫你冲掉 看错叫你改方波段 其实熬单 没有我们绝对不熬单 这是第一个基本的要求 第二个每天最多只会有两档当冲股 一千多当两千档 我们就要找最有把握的股票来操作 没有好的机会 你看到我们也会建议大家去修兵 绝对不是盲目的 报一堆股票叫你去设飞标 也不会带你杀进杀出几十趟 更不会报了一大堆股票 然后只拿赚钱的出来讲 赔钱的都不说 因为你看到每天有赚钱没赚钱 我们都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 第三个保证 每个会员收到的当冲股 都会是相同股票 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好的机会 就所有会员朋友一起修兵 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 秀的当冲股跟会员收到的不一样 老师当场赔偿一百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就是这样给大家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持续会用最高标准教求自己 今天我们没有好的机会 我们也就修兵 但是等我们看准的目标 就像这个上礼拜看到的郁金光 当股价拉高出量 这个散户在那边追高强劲 大户却在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建议会员票 那天303.5附近短空先买 打下来收最低297 我们成功的建议会员票 303.5先买的郁金光 市价298.5附近买回 5块加差 百万额度操作四张 你看到一天可以加薪热领2万 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就带会员朋友来把握 不止于金光啊 对不对 上礼拜操作创为 利多见报 隔天就是前一天股价还锁涨停 隔日冲大户 在隔天散户在最高抢劲的时候 拉高反手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了 我们建议会员朋友 一早短空6104的创为 84.3到84.7之间 短空先买 那后来最高来到85.5 我们卖单全数成交 平均卖在84.5 打下来翻黑 对不对 我们通知会员朋友 早盘均价84.5先卖的创为 下沙翻黑 市价82以下买回 尾盘目标80元也都有达证 如果你等目标达证才来回补 赚的更多也恭喜你 那无论如何 我们那天2块半以上价差 百万额度操作个15张 那天就是加薪日领个3万7左右 你看到一天可以掌握3万7的获利机会 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就带大家来把握 包括了预创 也是这样 这地方34.9以上短空先买 打下来34.2买回 百万额度操作30张 一天又可以加薪日领个2万多 放进口袋了 当然目标还是像志勤这样 从一早这地方130元上下短空先买 打下去目标124这个达证 顺利的来做买回 一口气6块价差 百万额度操作10张 一天加薪日领6万 你看到不是不可能梦想 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就来把握 看准目标 再来精准出击 利用最小风险 稳扎稳打 要帮投资朋友掌握赚钱机会 来提升你的生活品质 实现人生梦想 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不要犹豫不决 就从现在开始 如果投资朋友认同县荣老师 这样的操作方式 更认同县荣老师 这样每天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有赚钱没赚钱 通通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都欢迎大家缘分到了 广告休息时间 就欢迎来找我们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来 请继续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计分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资高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实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智慧、经验、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再提醒大家一次 台北股市拉回再度的往下来做彻底 能不能够反弹还在其次 重点是现在真的不同产业 景气炒坏差很大 很多产业真正的景气寒冬还没有到来 未来获利数字可能会大幅度下滑 股价都可能有更低点 记得反弹都是要找卖点 包括之前提醒大家的 半导体、航运、笔电、手机 这些都还是要小心 但是也有需求继续走强的 例如数据中心、例如电动车 这样的股票仍然是有机会创新高 所以如果你大资金有波段需求 记得要精选产业向上 业绩成长的精选潜力股 不是死报活报错误的股票就好 你要做好太弱则强才有机会仿败为胜 像之前我们推荐大家半导体设备材料大厂的上品 就是在半导体晶圆厂扩大资本支出的时候 订单进来了 哇营收创新高了 启动成长动囊了 法人也在低档卡位布局了 我们也在当时260元以下建议会员朋友分批买进 波段持有上档不设目标 后来大盘一波反弹1500点 股价从260元以下买进 一波涨到最高396 我们也成功的在360以上卖出 这个百元价差 有人卖个十张 百万入带 它是股价创历史新高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股票才有机会帮你反败为胜 包括最近唯一推荐一档 电池大厂的新威力 也是收费于数据资料中心 电动车市场需求大幅度成长 接到大厅单寿 营收创新高 启动成长动囊 大户卡位布局 卧灭在买进波段持有 当时38人以下建立会员跑马进493亿的新胜利 强线潜力看好 暂时不设目标之下 现在呢 指数反摊13000都还站不稳 它的股价这两天再拉涨停板 最高已经冲高到54块 今天收盘51块 38块买进的到51块 已经有人50张获利超过60几万 所以你看到现在股价也是在创历史新高 这样的股票才有机会帮大家反败为胜 我们接下来也会帮投资 锁定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有竞争力的公司 业绩启动成长动能 大户进货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 有新的黑马再来推荐给大家 当然对小资组而言 我仍然建立采取盘中满手盘后空手的快打当冲作战 依旧是大家最好的选择 我们会每天提供最多两档当冲股给你 清楚的告诉你该先买先卖 清楚的提供进场价预设停损获利目标 没时间看盘老师帮你看 到了假简讯通知你 没到假需要修正 无论如何当天待进当天待出 那现在不管是大资金 有波段操作需求规划 需要跟着县荣老师帮助你太弱则强 或者是小资组想利用当冲作战 用最小风险想要赚钱机会的 都欢迎大家 现在都有不错的优惠提供给大家 指名加入由我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国海共创双赢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